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我是Leslie 大家看到今天的天氣不算好美 不過不妨礙我的心情 今天我來到中山的火具開發區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是今天早上由香港坐船到中山港的碼頭 來到火具開發區 我所身處的這個位置其實是哪裡呢? 就是火具開發區最中心的核心板塊 也是在2021年中山政府一指敲定 將未來我右手邊的這個板塊 將會打造一個超大型的商業TOD 稱之為火具之心 是未來整個火具開發區的一個門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後面也有部分工地在施工當中 並且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大家留意一下那邊火具站 未來廣州地鐵18號線 包括我們的南中城濟線路 我們的火具站點其實就位於這裡 所以這裡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板塊 而通過中山港來到這裡 需要多長時間呢? 由於今天坐船過來 所以我們是透過DD來到現場的 我亦都給大家看看導航的時間 用時七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我們這個中心的板塊 這次Leslie來到火具開發區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經過我不斷地調查 我認為火具開發區 有兩個非常不錯的樓盤 是值得介紹給大家的 但是既然來到一個全新的新區 一定要實地探索一下這個區域的配套 和發展先 剛才我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火具 這個火具之深的這個板塊 因為由於現時的天氣不好 所以非常可惜 就沒有辦法透過我們的航拍鏡頭 去和大家進行介紹 不過不要緊 在這裡插播一段 我利用資訊類 和大家介紹火具之深的這個介紹 好了 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我們透過資料的形式 來了解火具之深的定位發展 大家要知道火具開發區 是中山先進裝備製造業的核心區域 聚集了眾多科技生產製造企業和人才 當前火具區正全力打造 中山戰略新興產業群的發展標杆 這樣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 中山創新發展主引擎 如何去吸納 例如深圳香港經濟圈外益的紅利 吸納珠江東岸龍頭的 先進產業、企業和人才 火具開發區給出的答案 就是現在要和大家介紹的火具之深 2021年11月 市自然資源局發佈了 中山火具開發區中心城區 及中逐線城市設計 對這個騙區的03-1單元 04單元、05單元 提供了控制性詳盡規劃調整 據了解到這個騙區 是計劃打造總部商務中心 及高端生產服務區 具體定位為 珠江西岸製造服務新基地 科創新城主引擎 火具區科創商務活力新城區 而其中這個騙區 新增3處商務、商業設施用地 均是規劃高達 高達到240米的商業高層建築 當中就包括了火具資深 文創派綜合體項目 計劃引進在科研、商務、金融 有影響力的產業總部及人材 根據最新調整的平面圖來看 火具資深文創派 面向中山港片區橫門水道 由多宗地塊組成 其規劃與珠江新城 亦即是大家熟知的 廣州珠江新城中族線 有幾分相似 上族指出 麥火具資深文創派 將規劃建設成現代服務業聚集 創新資源匯集的城市核心區 重要組成部分 重點加快建設公司總部 商業樓宇等產業項目 聚集研究院、金融服務、科技中介服務等 產業服務機構 圓線、遍區公園、市民廣場等 文娛休閒配套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剛才提及到的 廣州地鐵18號線計劃途經火具資深 因此這個板法規劃為 軌道上蓋的城市TOD 自匯酒廊 力增成為火具區的城市新封面 並且剛才提及到 分別會興建兩座超240米的 商業綜合體 而其中 騰訊的雲中山公司 亦都是落湖蓋片區 全民 它的總部 就要回聚在火具資深的板塊 我們可以看到在2021年9月份 騰訊雲計算中山有限責任公司 正式落湖火具開發區科技新成 據了解到 騰訊雲計算有限公司的成立 是騰訊雲在一線城市之外 為數不多的佈局 在中山成立公司 亦意味著騰訊雲將會在中山 謀劃大動作 而這個火具之深 相信亦都會成為中山 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之一 未來的規劃我們看完 但我們要知道 在這個板塊裏面 現時的商業配套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購物 就是我們的太陽城廣場 假如在我們購買周邊的樓宇之後 我們目前所利用的商業配套 主要以太陽城廣場為主 到底太陽城廣場的水準如何 Leslie亦帶大家親自實地了解一下 立即出發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我來到太陽城購物中心 未來大家要留意一下 火具之深的改造 其實就是沿著這條直線 一直到前方 大家有沒有看到 綠色的玻璃牧場那邊 都是我們整個火具之深的改造項目 未來會連成一條線 整體打造的感官 會非常之似廣州天河路的盛況 特別是大家有留意過 天河城 天環廣場 正街廣場 這一種類型 連帶式的魔 未來就會呈現在火具之深的核心板塊 當然了 而現時在我的右邊 作為太陽城購物中心 其實是火具區較為傳統和老牌的一個雙圈 所以大家會看到 在外納面的部分 其實它的形象更加像什麼呢 像我們中國北方地區以前的一些建築 感官上 存在一定的文化感 和歷史感 未來結合我們全新的商業部分 會形成一個非常之大的落差的設計感官 相信也會成為未來中山的一個熱門的打卡地點 大家也看到有很多我們傳統熟悉的品牌 KFC 玉爾馬 玉爾馬這個很重要 它下面整個附一層 都是一個大型的supermarket 你想去買什麼 它都有 等會我也會帶大家去看 包括大家熟悉的萬寧 以及一些我們其他的零售 相當之豐富 電影院 小朋友玩樂的區域 在這裡 都是有刑俱全的 接下來 Leslie用第一視角的感官 邊走邊和大家介紹 主持人做得多了 今次和大家做一下攝影師 假如鏡頭搖晃一點點 大家體諒一下 我們進去裡面去看一看 外圍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那邊是披薩克 買花 其實剛才經過的時候 我也很想買一束花 我看到很便宜 和自己買的好心情都不錯 這邊皇上皇的品牌 它的栗子很好吃 第二 推薦這間港龍蛋撻 我經常在它買麵包和蛋撻 外圍還有一些小吃街 等等的一些不同的區域 進入商場的內部 有很多茶飲 這個護上阿姨 大家開玩笑和它起了花名 就是這個上海少傅 它的東西都挺好喝的 書液燒仙草 內地的茶飲品牌 真的很多 大家熟知的 前面還有mini show 我們來看看它每一層的分佈 首先 負一層整層 都是玉兒馬 一樓 就是一些我們零售的部分 二樓 包括一些我們電器的部分 三樓 一些小朋友的區域 以及一些我們的美容 美法的會所 四樓的位置 是一些我們的餐飲 非常之多豐富的餐飲 部分就是我們的太陽城影城 五樓就是我們的gym room 以及我們的大酒樓 往裡面走 其實是很豐富的 當然 既然開了這麼久的時間 在規劃建設裡面 當然就會跟我們 以前的 十多年前的 老式商場部相似 但你會看到 其實品牌上的話 都是跟我們平時走開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邊是萬寧 有什麼需要的話 都可以在萬寧這邊買的 這邊是玉爼碗的出口 我們可以再行 有一些不重要的鏡頭 攝影師都可以為我們加揮一下 傳統的金泡avia 所有的一樓都是 傳統混動服飾品牌 裏銘等等的部份 所以其實 其實換種身份真的不一樣 攝影師平時拿著相機拍攝真的很累 我就這樣拿了一下就已經比較累了 里寧 里寧現在已經成為第一大運動體育品牌 小米、華為 全都是我們平時用的東西 前面有一間熟悉的餐廳 大家樂 我自己也經常吃 這間最滿分 里面也試試 它的麵包很好吃 前面有小許同學賣零食 大家樂在這邊 走到這裡 臨同大家一樓走 因為商場其實也差不多 最重要是什麼 大家真的會用得比較多 就是 玉爾瑪 我們看看下面的玉爾瑪有多大 先搭這裡 還有在火具開發區 它的年貨 以及我們說的花市 其實到時就是在太陽城的 救命中心這裡 所以其實整個位置是很中心的 當然經過未來的改造之後 假如當火具之心再開啟的時候 其實它的輻射面是相當相當之鋼 這邊的玉爾瑪我覺得也挺好的 它們有些服務 還有 不一定要來的 數碼直接送貨上門 這樣也完成了 已經有些年貨的感覺 買一些很大件 這是假人來的 抱著這麼大包的辣條 好 好了 春年這些都已經拿出來買了 這個在珠海的三級都有賣的 奶籠 聽說也很多人搶 這些年貨的部分都已經買出來了 那些護理用品 洗頭水等等 這個商場真的很大 我是下到這個位置 剛剛轉彎的 然後買 甚至乎有 有三賣 原來我真的沒有怎麼走過 動二賣 我不知道動二賣 有三賣 這樣 一些我的生活用品 走到後面的路是 一望無際 我們看看價錢貴不貴 19.9元 哇 是不是我沒有買過呢 我覺得也挺便宜的 大家看看這些產品 西翼 是 29.9元 對 商場很划算 非常划算 好了 我們 再走 有小賣 鑊 這麼多衣賣 原來有很多衣服 原來有很多衣服 我媽媽 比較適合我媽媽的衣服 這邊 這邊比較年輕,有我們的T恤、魚絨 很舒服,抗淨電的雙層用 還蠻開心的,其實來拍攝生活片 不用經常對著樓盤,好像有些放假的感覺 我們這些微波爐,吉蘭市,應該是買得比較多的 包括也有電器買的,雪櫃 對,雪櫃,幫大家看看雪櫃多少錢 容聲冰箱 2,998元,即是3,000元 大家看看,高度很高 假如買一部大的開門冰箱,多少錢? 4,598元 下面這一張打折的才是 這個尺寸很足夠 這些尺寸,我覺得是雙海莓雪櫃 也是 冬天用的 冬天用的地暖 地暖 暖皮肌 暖皮肌 暖皮肌是甚麼來的呢? 電飯煲 洗衣機 產品都很豐富 小朋友買個玩具,這些也有 很多東西,玻璃水也有 這個沃爾瑪的商場,你想買甚麼呢? 全部都有 你缺甚麼不知道去哪裏買呢? 我的反應就是,你來這裡就行了 沙煲鵬撐 全部齊了 那邊一樣的 那邊有賣零食的 你看看,很多零食 我最近減肥就不走進去 怕自己買大袋 看我們這些 酸奶 那邊也是零食 哇 兩邊都是零食包圍的 先走快兩腳 同樣,這邊還有一些酒賣的 茅台,紅酒 不過 各位朋友,在港澳買酒 一定比在大陸便划 所以這些就不用在外地買了 這條味料 這邊這些 還有酸奶 雪櫃區 又有街市 新鮮的豬肉 牛肉 冰鮮 啊 冰鮮 那後面還有一些 我們的 應該是 海鮮類 看到一個水池 那一些 同樣的冰鮮 這一邊還有一些蔬菜 水果 好 好 那終於走到這個收銀台這一邊 還有一些熟食 熟食的一些部分 大家可以感受到這個動耳馬的商場 真的就很大 一樓的位置 所以在這一邊生活 就不怕買不到東西 那 除了看我到 富一的這個商業的部分之外 稍後我們走出來再看看二樓 三樓 和四、五樓是怎樣的 好了各位觀眾朋友 走完商場之後 那我和小勝司都要吃飯的 兩個人其實樓下有非常多的餐飲 可以選擇 不過呢 生活 生活既然是生活 那我們當然要慢慢享受我們的一中兩件 其實在太陽城的五樓 就有一間瓶宴大酒樓 可以讓我們喝早茶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第一 環境方面 很帥的 不要覺得是一些低端的餐飲部分 包括你看到一些房間的裝修 桌面等等 很帥的 第二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性價比真的高 先和大家分享幾個重點 經常喝開茶的朋友知道 你看看我們這邊 蔥的這一種類似是功夫茶 旁邊會有我們這些燒水 不是大壺茶的 怎樣收費呢 鐵觀音6元 普利6元 好,可以搭功夫茶 不是大壺茶 這裡已經給我很多好感 第二的是 我發現 因為 和大家說了 我是剛剛從香港回來的 其實我在香港也喝了一頓茶 內地和香港喝茶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嘩 內地的張餐牌 真是款式多到 需要這麼多嗎? 其實很多點不到 但是 由於現在競爭真的很大 各大酒樓都用了很多不同的款式 你看完這一面 是不是? 我跟大家說 還有一面 嘩 加上這裏幾多個菜 真是你想吃什麼 在這裏 搞定就可以了 喝茶喝開的朋友當然知道 看價錢 怎樣看呢? 小點 中點 大點 特點 你看看這一邊的價錢 一中兩件 你看看我和小型師 我們其實都點了很多 點了比較多的主食 大約是六 六陽 六陽 那幾錢呢? 加上茶餐費 131元 其實我覺得 來到內地的慢生活節奏 就是應該這樣 有一個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平時生活的時候 可以讓我真的擺脫一些香港的慢節奏 不是 香港的快節奏 進入到一些慢節奏 令自己身心都可以進行放鬆 這樣再搭配相對來說 較低的生活成本 消費水平 這個我覺得就是 一個作為第二家園的一個必須的狀態 對吧? 這個感受先和大家分享 當然 好不好吃呢? 都要幫大家試一試 還未上菜 等會上菜之後 我和大家 幫大家試一試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就上菜了 當然還未上齊 逐樣逐樣和大家介紹 白卓菜心 簡單 蝦餃絕對是檢驗一間茶樓 它的早茶水準的重要性 立刻試一試 只這樣看 蝦餃就足夠大塊 還有皮薄 餡很漂亮 我先試一口 嗯 哇 好 好 好多蝦肉 而且一咬開 蝦餃就出來了 好正 蝦餃呢 令到我覺得 我對其他的這幾味 都絕對有信心 那麼 鳳爪就很常見的了 煎餃都常見了 這個呢 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呢 叫海膽腸粉 那我真的想試一下 還有呢 它這些拉腸呢 是厚身那些 不是薄身那些 因為廣東以前最傳統的腸粉 就是這些厚身的 所以我看到這張圖 我就很想試一下 好了 豉油多加一點不要緊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腸粉的豉油呢 它是煮過的 它就不是那些醇醇油 不是醇生抽 不怕很鹹的 那麼腸粉一定要夠味才好吃 才好吃 先試一下 OK的 嗯 不可以說它很驚嚴 但是呢 絕對是廣東傳統的 那個腸粉的味道 這個值得大家試一試 然後 哎呀 試一下鳳爪先 鳳爪也是茶樓必備 其實這幾年很多的茶樓 蒸一加二就可以了 所以 酒樓是不是自己做的 還是預製品呢 是取決於它好吃 與不好吃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嗯 嗯 這個鳳爪呢 不錯 但是呢 不裝飾 我吃不出這個鳳爪 是不是預製品 但是不錯 這個 很軟 另外呢 還有 還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個 嗯 排骨 還未嘗 還有一份是什麼呢 我加單的 其實吃不完 兩個人 但是我一定要點 豉油黃炒河粉 那可能是直接炒的 我還未上菜 我不知道是怎樣 但是大家看到什麼 15元 喂 15元你現在出去 叫美團外賣 你都 你都點不到一份 直接炒的豉油黃 的炒河粉 你平時 舉個例子 好像在珠海那樣 你去酒樓去點一個乾炒牛河 或者是炒河 30元是打底 高級一點的酒樓 例如 大家 現在已經有小朋友 去珠海吃了很多東西 最出名的這一家 例如叫金月圈 一個炒牛河 是要賣到69 那所以 這個15元的炒河粉 有些什麼名堂呢 等等 和大家試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 那好吧 各位觀眾 那菜就上齊了 排骨 豉油黃 炒河 都上齊了 真是我猜中 只炒 不過呢 有一些豆芽 和九黃 還有蔥 那 不要小看他只炒 其實只炒 我個人認為 才最考驗 這個師傅的火候 哎呀 先試一試 好香 炒河粉 最重要呢 就是 特別是乾炒 它有少少油 多了一些 不夠乾身 還有呢 所以我覺得 醬油 我覺得醬油 加少了 也是為什麼 他會給一些 辣椒醬的原因 炒太鹹了 他怕大眾的口味 可能 不太適合 那這個 這個炒河 假如自己再加少少辣椒醬 他可以再炒得乾身一些 那些十五元 我覺得就非常之划 好啦 其實今天 我們來喝完茶之後 稍後就要進入我們 最重要的重點 其實來到火具開發區 在這個區域裡面 很多人都對它 有一些固有不同的印象 甚至乎擔心它 沒有發展 生活不好 或者是 亦都會有人認為 它是中山未來發展的核心 等等 不同的聲音 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Leslie來到現場 和大家實地去了解 去看一看 而在這條片結束之後 我都會帶大家 去看到火具開發區 兩個我認為最值得看的樓盤 其中包括有兩大大型開發商 共同打造的樓盤 亦都有一個 深受本地人喜愛的樓盤 咦 兩個樓盤 其實都在2023年 中山樓市榜單裡面 排名前十的 名次不低的 排名第四和第九 到底火具開發區的樓 水準如何 值不值得買 一定要收看我們下期的影片 未關注的朋友 點擊下方的樓盤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給個讚樂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會提供更多優質的影片 給大家 今期的節目 到這裡也差不多 我們吃飽 馬上出發幫大家做事 下期再見 拜拜 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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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見